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1983年12月24号晚上的7点50分 再过十分钟 有一位年轻的女歌手就要登上舞台 去进行她人生中第一场个人演唱会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她得到了一个让人心碎的消息 她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她鼓足所有的勇气走上舞台 唱了自己的一首全新的歌曲 当然唱的时候她是泪如雨下 泣不成声 而这首歌后来就成为了香港乐坛 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今天晚上在这个舞台上 她想再一次为大家演唱 她自己的这首经典歌曲 希望歌声能够穿透银瓶 去安抚那些正在感情中挣扎的人们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假如有请杜丽莎 杜丽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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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哇 今天这个发型 按燃 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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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ither Har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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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否 这次我已真的离开你 是否 泪水已干不再流 是否 应验了我曾说的每句话 青岛深处 仍孤独 是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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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声音有内容 每个字都有内容 帮帮帮的敲你一样 接着来听过最好的版本